灵蝶的扑翁声惊动了沉思的蓝望姬 她挥秀开窗 灵蝶趁机闪入 偏飞到蓝望姬掌心之上 奇怪的是 外表是丝锥的灵力 里边却是聂家的灵蝶 灵蝶展信后 蓝望姬当即起身 立即赶往金灵台 兄长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 窦言厅内 直至歌舞结束 金光瑶以身作耳 亲自下场转了一圈 也没能找出幕后者 就在她回到座位上 准备思索下一步的试探计划时 听门口传来一阵躁动声 紧接着一个守卫进来 靠着墙小跑到主桌台下 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恭敬地递给金氏 小声地汇报 金氏凑到金光瑶跟前 低声道 门卫说这信是凭空出现的 没查到来源 偏电的医师探查过 无读 凭空出现 这信 莫非是那幕后者的下一步动作 金光瑶眉头一跳 何旭道 这信 可有人打开过 靳氏恭敬道 宗主放心 没人打开过 你先下去吧 是 这一段小插曲 除了有心者 没多少人注意到 他们沉浸在吃喝玩乐 和吹牛逼之中 分不出多少心思 关注这点小事 又是先都 又是一家之主 每天要处理的事 不知有多少 送个信而已 没什么好稀奇的 金光瑶一个眼神 四周服侍的人 纷纷后退到台下 台上就只有金光瑶一人 他取出信纸 凝神一看 薛扬丝丝碧草 乱破钞 金光瑶深吸一口气 极力放松微微瞪大的瞳孔 努力维持脸上的笑容 手上的动作不及不徐 将信重新折叠好 放入信封 借助桌子的遮掩 失利将信封碾成粉末 金光瑶的危机感 在这一刻疯狂叫嚣 当机立断决定走为上纪 想到这里 他站起身 走下台阶 对着众位家主 抱拳歉意一笑 各位对不住 我这有点急事要去处理 去去就回 你们吃好喝好啊 没事 仙都 大事要紧 你先去忙 放心放心 仙都可要快点回来啊 我们再喝一杯 快去快回啊 一众家主纷纷道 金光瑶一边往外走 一边笑着点头硬喝 走到门口时 左边突然破风一拳 金光瑶猝不及防之下受此一击 倒飞回去 重重摔在地上 哇的一声 吐了好大一口血 厅内 一时静得可怕 蓝溪尘 聂怀桑 金灵 还有苏舍最先回神 赶紧上前七手八脚地扶起金光瑶 门口处传来重重的脚步声 众人定睛一看 一个个被吓得个魂飞天外 双腿忍不住发抖 一个高大威猛的无头人立在门口 金光瑶见到他 整个人都傻了 身体抖得 连一旁扶着的蓝溪尘和聂怀桑都感受到了 聂怀桑刚看门口一眼 被吓得赶紧闭上眼 抱住一旁的魏无线 直嘟囔 好可怕呀 救命救命 跟在一旁的蓝井一蓝丝追 金光瑶这一吐血 无头人深藏的怨恨被激发 大不踏尽直冲金光瑶而来 百家们第一反应 就是摸上腰间配件 调动灵力防备 空空如也的身体 给了他们一记痛击 我的灵力呢 怎么不见了 谁干的 江婉淫疯狂怒嚎 叫醒了还在傻棱的家主们 他们尖叫一声 拉着自家孩 拔腿就跑 唯有苏舍拔剑上前 试图阻拦无头人 无头人修为高深 三两下反手夺来他的配件 如提大刀一般 在他胸膛画下一件 抬脚踢开苏舍 苏舍受不住这一脚 被踢得向后连翻好几个桌子 才停下来 人也昏死过去 无头人上前几步 对准金光瑶就是一剑 被兰西城的朔月及时挡住 无头人大怒 周身缠绕的怨气 愈发浓厚 手腕移动 接连横 劈 砍 刺 一剑比一剑凶狠 兰西城孤身一人 无力对抗无头人 再加上对打过程中 发现难以置信的真相 催动的力气 一次比一次小 很快也败下阵来 只是内息不顺 吐了些血 灭怀桑正抱着魏无线 身后是蓝锦仪和蓝丝 追伏着金光瑶 见无头人冲往这边赶来 他吓得闭上眼 嘴里嚷嚷着救命救命 他等了很久 也没等来所谓的死亡痛苦 反而胸前的衣领一紧 身体被迫悬空 吓得他赶紧睁开眼 不等他大喊 无头人大手一扬 聂怀桑和魏无线两个大活人 直往蓝锡尘撞去 二哥 快躲开 快躲开 从蓝锡尘落败到聂怀桑两人被扔来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蓝锡尘还沉浸在残酷真相之中 听到这叫喊时 已然来不及躲开 结结实实被撞了个满怀 扑蓝锡尘再一次吐血 宗主 聂宗主 墨前辈 你们快躲开 快闪开 不等蓝锡尘反应过来 身上接连两次加压 压得他直翻白眼 险些口吐白沫 身上的两个弱机样的聂怀桑和魏无线 比起蓝锡尘也好不到哪里去 甚至都快要断气了 蓝锡尘和蓝丝追看着年纪小 但分量比起聂怀桑和魏无线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说这一类的人 受伤最重的反而是中间的聂怀桑和魏无线 刚刚赶到窦言厅 清清楚楚看到这一切的蓝望鸡 眼看着无头人就要一剑砍死躺在地上的金光瑶 蓝望鸡右手失印 祭出碧尘惊险险挡住无头人的凌空一剑 金光瑶就是翻滚闪出打斗圈 蓝锡尘和蓝丝追赶紧跳下来 扶起还在挨忧个不停的聂怀桑和前一秒哀嚎下一秒沉默的魏无线 最后再扶起蓝锡尘 蓝锡尘和蓝锡尘面带愧疚 道 宗主 你怎么样 蓝锡尘缓口气 运转灵力舒缓周身的不是 扯了一下嘴角 安抚道 无事 这不是你们的错 目光却停留在无头人身上 久久不移 聂怀桑扶着腰 面色僵硬 可谓是本色出眼 哭丧着脸道 二哥 我的腰好像断了 我是不是要变成残废了 呜呜 蓝锡尘吓了一跳 赶紧去摸聂怀桑的脉象 长须道 你的腰没事 就是撑到金了 羊羊几天就好 魏无羡小心提醒道 怀桑 这里好可怕 蓝锡尘似是反应过来 道 思追 景怡 你们护着点怀桑他们退后道一边 随后对蓝忘机那边高声道 忘机 不可伤他 说完大步上前 当即抽出猎兵 递到嘴边 准备吹安息 蓝忘机也不傻 跟无头人对打过程中 发现他拿剑姿势的别扭之处 与其说他用剑 不如说他将剑荡成大刀再使用 体型高大 修为高深 擅长用刀 这样的人在修真界也是少有的 纵然没有头颅 蓝忘机也有所猜测 蓝锡尘一出生 蓝忘机就确定 无头人乃是聂家前任宗主聂明爵 所有人的视线都在聚焦无头人和蓝家兄弟身上 精灵也在其中 不过他被将碗吟捂着嘴 无法发声 唯有聂怀桑和魏无羡 若有若无地注视着 躲在中柱后 静静观察的金光瑶 蓝锡尘一发话 金光瑶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本就湿了血色的脸 又苍白了几分 眼底闪过一丝狠辣 慢慢后退到人群后 眼角余光 发现一处死角的心腹近视 垂下的指尖微动 做出几个手势 近视立即悄无声息地离开窦眼厅 金光瑶不动声色地移动 强忍猴间的可以 试图靠近昏迷中的宿舍 眼看着离宿舍还有十步的距离 就能成功带走他 无头人却冲破蓝家兄弟的封锁圈 敏捷地冲向金光瑶 无头人的五支都是用黑色粗线缝合起来 锦蓝锡尘一人吹安息 无法让他的五支自主散开 蓝忘机也无法脱身 不能使用忘机琴与兄长合作 相反的蓝锡尘越是吹曲 无头人的怨气越大 偏偏这时候 这时候他感知到的仇人 还正在远离自己 周深的怨气浓郁到激进凝醒 同时出一拳一剑 击退蓝忘机 直奔仇人位置而来 凶尸杀人 以仇敌为限 凶尸杀人